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2月21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又是一个新闻联播啊 首先呢第一条新闻啊 想来讨论一下啊 和我上一个视频里面已经跟大家说了的那个新闻有关的啊 就是呢联合国在昨天的时候呢又进行了一轮投票啊 由阿尔及利亚提出来了一个八一冲突停火决议的一个草案啊 那么这个草案呢 昨天的时候美国又是一票否决啊 大家会觉得说呢 这并不出乎意料啊 但是我觉得挺出乎意料的 为什么呀 因为呢任何一个联合国的决议草案啊 并不是说拿出来啊 今天我们要投票啊 就是这个草案就投票啊 不是 但是在之前的时候呢 要对他进行讨论呀 他的合理性啊 他的不合理性啊 他的必要性啊 他的不必要性啊 都进行讨论 那么在前一天的时候 我就看到媒体在报道说啊 说这个美国呀 这次可能要投赞成票了啊 因为美国呢 它是180度的大转弯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说啊 八一冲突啊 停火的必要性啊 必须得停火了 不能再打下去了 所以说呢 媒体都在报道啊 美国是180度的大转弯啊 看到这个投票结果的时候 就奇怪啊 不是说美国已经转弯了吗 怎么又投了反对票了呢 这个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美国啊 自己啊 大脑都决定不了他的行为了 美国人他是认为呢 这个八一冲突啊 应该是停了 按照美国人他自己的利益来说呢 这个八一冲突都应该停了呀 为什么呢 首先以色列的这种种族灭绝的这种行为啊 谁支持他 谁在道义上呢 你就会失去人心 对不对 美国虽然说他不在乎 但是呢 你这种种族灭绝啊 这是全人类的一个普世价值啊 真是坚决零容忍的一件事情啊 你美国去支持他 你说你散不打眼睛 你的脸还往哪搁呀 对不对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啊 美国就不应该支持这个八一冲突继续打下去啊 第二方面呢 就是美国自己都陷入这个战争的泥潭当中去了呀 他现在呢 觉得说啊 我现在聪明起来了 我就打这个代理人战争啊 我自己不出面 我让别人去打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 那么现在呢 很显然在这个胡塞武装出来对红海这个地方进行行行限制的时候呢 那么美国就卷入了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呀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就不是美国所希望的 而且呢 这个战争呢 它的外溢呀 还不光是这个红海呢 美国在伊拉克尔现在呢 要撤军了 现在呢 他在伊拉克尔驻军 还包括他盟友的驻军 他盟友现在就同意说 我们就是要撤了啊 现在已经是谈判 就是什么时候撤 怎么个撤法 并不是说撤不撤的事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对他的一个负面影响啊 之前的时候呢 虽然说这个伊拉克尔要求他你撤军 你撤军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就赖着不撤呢 那伊拉克尔也没有办法 但是呢 现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呢 他这个军事基地老是受到这个袭击 他也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负面的东西呢 对于他来说呢 是他所不想要的 按说呢 从他的利益来说呢 他应该让这个战争啊 停下来啊 但是呢 现在为什么说他不停下来啊 你可以解释说 这里面他是有利益的呀 任何一个热战呢 到最后赚钱的都是美国的军工企业呀 但是呢 这个巴以冲突它不一样啊 巴以冲突这个东西呢 他确确实实呢 是不希望他再打下去了啊 而且呢 那个布林肯去这个中东去了多少次了 那么在这一次的投票之前 他也表态了啊 讨论的过程当中 他是那么表态的 结果现在呢 他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只能说明一点 就是呢 这个犹太人啊 给他施加压力 他呢 就是一个傀儡 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动 我认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啊 因为那个内塔尼亚胡啊 他表态了啊 他相当的坚决啊 那么布林肯从一开始的时候 还跟那个王毅通话的时候还说啊 他就支持这个两国方案啊 但是呢 昨天的时候 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就说啊 绝不能让巴勒斯坦 建国 说巴勒斯坦建国呢 就是对他的一个鼓励啊 这就说明了内塔尼亚胡就是要把巴勒斯坦啊 给他抹掉 趁这次机会呢 就给他抹掉 这是他的一个目的啊 都不同意他建国 并不是说两国方案怎么个执行的问题了 就坚决不能让他建国啊 就是内塔尼亚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美国呢 一反之前的讨论阶段的表态啊 又投了反对票 是不是就说明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以色列犹太人决定美国人的这张嘴和投票的这个手 是不是 那么我刚才还跟大家说了哈 就是这一次的决议完了以后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的出来说呢 表示非常遗憾啊 不知道美国为什么这次又投了反对票 那么在结合前一天的时候呢 欧盟他们也组成了一个护航的编队啊 这个护航的编队呢 就在红海这个地方呢 他们说 他们只是保护他们的商船啊 能够安全的抵达这个欧洲啊 然后呢 他们对胡塞武装是没有任何的针对性的啊 从这一点来看呢 这个欧洲现在和美国 他的步调呢 已经不一致了 他们的利益呢 也已经是不一致了 那么这个是呢 八亿冲突啊 给美国带来的一个 他特别不想看到的一个负面的后果 就是他的阵营的离心离德 欧洲不和他站在一起啊 从一开始他说要来护航 那么欧盟呢 就不跟他玩 对不对 他愿意这样 他的盟友都不听他的吗 他肯定是不愿意啊 所以呢 这场战争啊 无论如何 他是不愿意让他继续打下去 哪怕说 暂停一下下呢 对不对 另外 由欧洲呢 现在啊 出动了护航舰队啊 说是呢 要在红海这个地方护航 说明了什么呀 说明了欧洲啊 受不了了 如果从好望角那边绕的话哈 这个增加的成本啊 是欧洲所不能够承受的 我在上一个视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就是欧洲有个智库呢 他就对德国啊 还有其他的欧洲啊 或者美国啊 他们对乌克兰的军援的这些资金啊 都去了哪里进行了调查 调查完了以后呢 得出来了一个报告啊 就是呢 这些军援呀 到了到了啊 都进了美国的腰帮了 不是美国政府的腰帮啊 美国政府的腰帮就是美国老百姓的腰帮啊 还不是 都进了美国军工企业的腰帮了 所以说欧洲哈 能和美国一致吗 我还和你一起吗 我出钱 然后你撞到你们的那个军工企业的腰帮里了 我算干嘛的呀 而且呢 德国的这个智库呢 这个调查报告还说啊 说俄欧冲突呢 现在其实呢 就是外溢了 已经外溢到这个欧洲了 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一个经济体啊 作为欧洲老牌的工业国啊 他们受影响是最大的 德国的经济呀 能源呀 连民生都受到影响了呀 为什么说老百姓现在都出来抗议啊 抗议也就是说呢 现在他们的教育啊 他们的基本建设呀 有很多的东西啊 现在都受到影响 他们就是把那个钱啊 拿出来都去支援乌克兰了 而美国呢 一天到晚呢 就跟着拱火啊 挑起来这个阵营对立啊 挑动军备竞赛啊 最好是挑动出来热战啊 然后呢 他们会从中牟利啊 咱们也不知道哈 美国是给德国的那个总理舒尔茨哈 他们 德国的这政府哈 吃了什么迷魂药了 一开始的时候 德国其实和现在不一样的 大家还记得吗 德国那会儿就说哈 我们不给乌克兰提供攻击性的武器 我们就不给他提供武器啊 说我们卖出去的武器呢 购买的那些国家哈 你们要给他提供的话呢 也必须得征了我们的同意啊 换句话说 我们就是不同意啊 但是现在呢 你看 德国是对乌克兰最大的一个支持者啊 一开始的时候 他只给他提供了头盔 还记得吗 乌克兰的那个国防部长吧 还是外交部长啊 就跟那儿敲击一个头盔啊 就跟那儿质问德国 你这玩意儿啊 在战场上能够击溃敌人吗 等等哈 就是跟那儿质问他 现在可倒好啊 德国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者了 咱们不知道美国哈 给德国的政府啊 吃了什么迷魂摊了 那么美国的民间那些智库啊 还有一些媒体 大卫啊 什么的啊 包括说老百姓啊 那他们这些人难道都是傻子吗 对吧 人家也明白 就算是你呢 从舆论上啊 不让老百姓听到另外一方面的消息啊 说他们的这个西方媒体啊 比如说这个欧洲的民众所听到的啊 都是乌克兰赢了啊 俄罗斯败了啊 什么的啊 这样的一些消息啊 简直就不可思议 现在网络时代啊 我就不明白了 那些欧洲的民众啊 怎么能听不到反面的声音呢 啊 我就挺奇怪的 我不知道他们网络是怎么控制的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印度的啊 在疫情的前期是吧 印度呢 他有出台一个法律啊 他之前的时候呢 印度会对他们农民的那些农产品呢 实行这个统一收购啊 收购完了以后呢 再转售给市场啊 比如说那些大的农作物的收购公司 国际事情的那个大公司啊 那么结果在应该是2020年啊 他们就突然出台了一个法律啊 这个就废除了 政府就不管了啊 说是市场化啊 由那些大的农产品的国际收购公司啊 由他们直接来从农民那儿来收购啊 而且呢 他们收购的价格呢 由这些公司说了算啊 政府不再干预 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呢 就有大量的农民开着拖拉机啊 就上路了去抗疫还记得吗 当时在印度的首都啊 地区都造成了大面积的交通瘫痪啊 到处都是拖拉机 还有路障什么的 哎 后来呢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解决的啊 持续了又应该是有好几个月 那些农民就回家了啊 那么隔了这几年以后呢 这两天你知道吗 印度的农民又来了 印度的农民现在又出动了 又看着他们拖拉机啊 又来了 来了以后 这回呢 是印度的官方啊 就赶紧设置了这个路障啊 不让这些农民进城 这次呢 还搞着这个铁丝网啊 这些农民人员也进不去 那么这些农民呢 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要求呢 他们仍然是要求啊 嫌那些大的公司收购的时候呢 他们呢 就是太黑心啊 收的价格太低了 农民他本来就是威力的 结果呢 现在他们收的价格那么低啊 让农民呢 就没有了利润空间啊 现在就要求政府呢 要出台法律啊 一定得有一个最低价格限制 你说这样的国家 印度啊 它是所谓的民主国家 对不对 为人民做主吗 为人民做主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 虽然说印度啊 印度政府啊 还有印度那些个媒体什么的啊 他们吹嘘说是呢 他们很快啊 就能超过中国 它将会成为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啊 那咱们就不知道了啊 它这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是谁 是美国还是中国 对吧 那它就是说它能超过中国吗 还是它能超过美国啊 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啊 它根本就是呢 现在穷得要命 我看到有一些环球伯主啊 他们就去有一些国家的时候呢 他就会在当地去吃一些东西哈 有一个词呢 叫干净卫生啊 这个干净卫生就是来形容这个印度的 这是一个反话啊 不是说印度的那些个街头的小吃啊 饭馆啊 它就是干净卫生啊 它是不干净不卫生 就是你得想开点啊 你到那一咬牙一闭眼啊 就把那东西啊 你就是吃下去就得了啊 全当它干净卫生 是这意思 印度 你说你这样啊 然后呢 农民 你还不管他们 对不对 农民多苦啊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新闻啊 下一个新闻我也不知道能说是一个好消息吗 好像是啊 好像是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一个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马斯克啊 前两天的时候 他不是公布说呢 说他的一个公司啊 叫神经连接公司啊 然后呢 他们研发的一个叫脑机接口芯片啊 首次植入到人的大脑里面了啊 说植入者的状况良好 没有排斥反应啊 那么今天呢 消息又来了啊 马斯克又发布了一个消息啊 说呢 现在啊 这个芯片呢 这个芯片呢 植入人的大脑以后呢 首次呢 是人这个大脑哈 通过自己这个大脑活动活动啊 然后呢 就通过那个芯片能够动鼠边了 这个听起来呢 这个听起来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是科技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啊 马斯克说呢 很快啊 他就可以使那些个失去胳膊 失去腿的那些人哈 就可以植入他大脑以后呢 你就通过大脑啊 你就可以有动作了啊 我看了一下啊 他这个工作原理啊 我就觉得说这是真的吗 为什么说这是真的吗 就是这个事啊 它是真的 他这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这个芯片啊 放到大脑里面啊 放到大脑里面以后呢 他跟外部的设备呢 还是有连接的啊 可能是跟这个鼠标有连接啊 有限的或者无限的 好像是无限的啊 就和这个鼠标呢 有联系啊 说这个人啊 他不用动手 他脑子里就想一想说 我现在呢 要动这个鼠标的时候 哎 这个鼠标就动了 他是怎么动的呢 这个芯片在大脑里面呢 他等于说 读取你大脑向他发送的信号啊 然后呢 这个外部设备呢 会读取芯片里面的 这个数据啊 或者说芯片呢 向外部设备呢 发射一个指令啊 比如说 这人呢 想动鼠标了啊 芯片呢 就获取了这个信号以后呢 就向外部设备发送一个指令 动鼠标 它是这么一个啊 那么这里面这个芯片其实什么作用呢 就是它从大脑接受到这个信号 我们大脑里面是有电信号的啊 它接受这个电信号以后呢 它就这个信号进行分析啊 分析完了以后呢 就决定说 哎 你这个大脑呢 是要动这个鼠标的啊 然后就给一个指令呢 就动这个鼠标啊 哎 我就是想说啊 我不知道啊 受体啊 这个人 被做试验的这个人啊 他能口头表达吗 啊 如果他能口头表达的话啊 他能说 哎 我是 我确实是 就是想动这个鼠标的话呢 那我觉得这就是个成功啊 如果这个人啊 他口头不能表达 然后那个芯片呢 展示出来的 他接受到了电信号啊 然后是这个芯片告诉外部设备说 他要动这个鼠标 那到底这个人是不是要动这个鼠标 那就不好说了呀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这个东西哈 美国 哎 又领先了 是吧 那么中国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中国又落后了吗 我查了一下啊 那么马斯克哈 是在1月30号的时候啊 他宣布的往人体里面植入了芯片啊 那么我就查了一下啊 我查到了一个呢 是2023年8月30号的时候啊 是长江日报发布了一个消息啊 这个消息呢 这个题目就是啊 全球首创武汉企业自研实现了大脑电信号双向读写啊 然后呢 这个报道说啊 说近日啊 光武企业武汉中华脑机融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中华脑机啊 独立自主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 通过科技成果评价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济宗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等 11位院士专家组成的鉴定组一致认定啊 该系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在脑机接口领域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啊 然后这个报道说啊 大脑是人类探索自然科学的终极疆域 脑科学和脑类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抢占的新一轮的科技竞争制高点 而脑机接口就是对人体进行研究的主要手段 赵济宗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 中华脑机前期的工作推动了中国脑机接口在临床领域的发展 这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也证明了中国脑机接口有能力在国际上做出突出成绩 从单向读取到双向读写 是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的革命性创新 也就是说啊 刚才啊 我所说的就是马斯克公布的那个啊 他是单向读取的 就是他呢 从大脑读取了电信号 然后呢 对着电信号呢 进行解析啊 得出来一个结论 然后向外部设备呢 发射了一个指令啊 这就是一个单向读取啊 那么什么叫双向读写啊 这个就不难理解了 双向读写呢 就是说 外部可以通过这个芯片啊 给大脑发布一个指令啊 那么根据长江日报对中华脑机的这个报道呢 中华脑机就能实现这种双向读写啊 那么这个好像貌似啊 就比马斯克呢 是不是要先进啊 而且呢 他是在他那之前啊 马斯克呢 是1月30号公布的这个消息 而我所说的这个报道呢 是23年8月30号公布的那个消息啊 还有呢 现在OpenAI啊 搞的什么ChadGPT啊 前两天又搞了一个文声视频工具啊 那个呢 也震惊了全世界啊 在他差的GPT出来的时候呢 我当时我就是说 哎 中国不是早就有了这玩意儿了吗 不是有那个机器人说是还可以跟女朋友写情书什么之类的吗 怎么他这个出来了以后 他是不是最先进的呢 好 这个呢 不是我今天讨论的内容啊 我想讨论的是呢 我今天看到一个啊 美国就是老卡中国的脖子 是不是啊 就这个OpenAI啊 今天有一个大消息啊 说是这个OpenAI啊 它们用的一种原材料啊 它是来自于中国四川绵羊的一家企业的啊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原材料啊 就它这个供应链里面呢 就是中国的企业在里面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了啊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呢 就只有中国有吗 那还是怎么样啊 反正我看到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 好多的中国人就有点兴奋了啊 说现在呢 中国首领啊 又多了一个王牌 你美国如果你对我太那什么的话呢 我是可以拿这张牌来反制你的啊 我可以反过来卡你脖子的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